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乱的讲 如果讲的不好也请大家多包涵 那我是把它分成几个架构 首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构成一个API那个Plump的一个构成的要素是什么 那以它整个架构我们直接看图就快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前面这一大块的部分 其实是那个API的基本的设定 就是你要导入到API的library 然后你同时你要把这个key先处理好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通常 通常我们会写一个小小的一个python的method 一个function来让我们方便我们来做一个指定工程 那它的架构大概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写一个方法 其实已经把把那个API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整合进来 我们也有一个model 然后model的部分我们现在以这个来讲 它是用chartGPT 那个GPT3.5Turbo 这个model 那因为是一个单人模式 单人模式的话待会我会讲到 所以这个我就先不特别讲 message的部分 就是你会有 你只会有一个角色就是一个user 然后content的部分就是你的promp 就是你的指定就输入进来 其实这跟我们之前 在这一节里面讲的那个方法其实很类似 只是说 这边来讲是用一个GPT3.5Turbo的model 所以它是本质是 它是一个chart的completion 那chartcompletion的话 它如果在单人模式 事实上也可以当testcompletion在使用 那使用的方式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message就是 其实是我们的角色的一个扮演的状态 那temperature是温度 温度的话 这个后面会稍微提到 那等于说我们下这个指令的时候 我们会去输入一个promp这个参数 然后model当然我们也可以变化 这两个是一个可以变化的东西 那温度的话 我们就把它设成长值 先用0来带 也就是说我们以0来讲的话 简单说就是 基本上我是趋向于 每次返回的结果都会有类似的结果 那等于说它这个下完之后 它会把这个response再return回来 就是说你从model lmmodel的那个部分 它再把它返回回来 然后我们把它解开来 这个content 那这个 这整个完整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可以用一个 text的string 就是string的变数来接收 然后把它秀出来在萤幕上 那所以基本上 你在promp我们在细分的话 其实它也有两块可以看到 就是首先来讲 你去看这promp的部分 它有个main extra instruction 就是说主要的指令 指令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让我们放说 我们要下一些什么指令 然后通常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提供 这个我们要给lm解决的任务是什么 那这个任务的文字 我们都会放在底下的部分 那完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方法 然后这是一个大概架构 所以你只要让response接收起来 然后再把它print out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response跟这个response 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边来讲 我看看 我们这边来讲 它只是一个 因为这个返回的部分 应该是一个string而已 所以它这个只是用一个string去接收而已 所以它可以直接print出来 这跟那个request response那个不一样 所以这是它的结果 那结果就是会有一个output 这是大概它的架构的一个状况 如果练习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可以用openAI 它本身它有一个playground 你可以到这边来玩 那甚至你其实可以用它的example来练习 其实它的example蛮丰富的 那其实A9本身因为是跟openAI 算是大股东 它投资它 所以它也 而且openAI本身的这些model 其实都是架在agile service上 那所以微软 也有一个agile的openAI的service 也放在agile里面 那它当然它 它也 它稍微分开跟openAI的服务 那自己也有做它自己的example 那需要的话也可以到这边来看 这两个example 基本上都是python为主 所以如果对python熟悉的人 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算不熟悉 其实你只要知道它一些基本的那几个用法 其实也够了 那底下我稍微列出就是说 这个是文达博士那一个课程里面的 它有讲到了一些基本原则 就是你怎么去学 那首先你要明确跟具体你的指令的撰写 那什么叫做明确 其实它很强调 它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这个明确 不是说是简短或是简单 这个简短或是简单 其实不等于是明确 那有什么样是可以区别来看呢 比如说你 你如果下一个指令给LM model说 你只要给我一个简单的归纳 下列的文字 那这其实不明确 因为什么叫做simple 他并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可以更明确一点的讲 是说我要规范 请你帮我归纳下面的文字 用两三个句子 两三个句子就 它来总结 那这个两三个句子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范围 那它就不会过多的去产生一些 我们不要的 可能过多的一些结果 那此外 它其实里面也有写到一些 次要的一些技巧 比方说你就像我刚刚讲这边的部分 就是说你的主要的要给LM的任务的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分格符号来辅助做区隔 比方说你可以用可能三个单引线 或是单引号 或是三个双引号 或是三个警示号之类的 事实上对LM都能分别 事实上你在看文达老师那个里面的课程里面 它蛮多范例的 它那个范例我觉得还蛮好 就是说你其实从它那个范例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事实上你可以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 以他们在写那个primter 他们的习惯上 他们甚至在每一行的末尾 他会用一个单斜线 去让LM识别说 这是这一行的末尾 让它可以比较方便的做一些分段 我都觉得这个是都还蛮好的一些习惯 这些都是 其实简单的来说 就是只是就是要让 这个LM更好分辨我们的指令的分段 其他来讲像角色扮演 比方说你可以跟那个model讲 就是说跟TrackGP讲说 你现在是一个业务员 或者说你现在是一个python的程式专家 然后你要他做什么 这也是一个方式 让他做一个角色扮演 让他清楚说他现在的角色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指定对象 就是说我的输出结果我可能是要给业务单位 或是我可能是针对老人群组 那你的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我可能是我要变成是一个list 一个清单 或是我想要变成一个html的文字 或是说我是一个json的object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 你也可以提供让LM参照的范例 因为基本上这些model其实 本质上都是一个 他本质最厉害的就是接龙 所以事实上你给他范例 然后你最后再一个question给他 他就会照你的范例去参考 然后去产生类似的一个结果出来 就比方说你可能跟他讲说英国伦敦 中国北京 那日本日本是什么 那他就会帮你做接龙 把他接出来跟日本就东京 那这是一个事要的原则 事要的技巧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有特别强调就是说 在吴博士那个课程里面 他有强调说 你要让LM有时间去思考 那什么叫做有时间思考 就是说通常如果我给他 一大段的一个内容的东西 那甚至我给他一个很繁复的工作 我可能瞬间跟他讲很多不同的东西 给他的话 他一时会没办法消化 会不知道说你要怎么去 他不知道要怎么去看待这个任务 那这时候你可以做的做法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任务 做一个分段 做一个切分 就是说我可能把它变成一个任务清单 然后请他 依照你任务清单的步骤来讲 照他去产生 比方说像这个prompt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帮我识别 从这个底下的一些 我给你的文字里面 输入的文字里面 你帮我识别下列的一些项目 好 第一个是什么 我要你帮我做一个情感分析 然后呢 你要告诉我 他从这个情感分析里面 他的会 他是客人是不高兴或是高兴 他是Anger 是True or False 那这个人是对什么品相不满意 或是满意 他是什么东西 那出产这个产品的 这个产品就是哪家公司出来去做的 他就把它分向 那他的结果他也会分向去完成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讲说 你指定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步骤 比方说 这个就很适合 就是说 特别是你希望他 提供你一个某一种东西的食谱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好 你现在请你提供 对 就是说 他请 就是说他请 他在产生结果的时候 依照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二 这样来写 那这个底下就是说 他希望完成的东西 他本来有一个上文 那这个我只是截取出来 大家就不要太介意 我只是截取大家给大家看 那像 再来就是说 你在指示 模型在急于完成任务的之前 你也请这个model 也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出来 比方说 像他下面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范例还蛮有意思 就是说 他 他让ChartGPT 去批改一个学生的数学作业 那这个数学作业 本身的部分 如果你 只是很单纯 跟他讲说 好 你帮我去 他说你帮我 我看看他是写什么 我的financials 他原来是就是 帮他去批改那个作业 因为这个学生 他的结果是这样 那结果 他如果只是这样写的话 他原先的写法 这样子写的话 他出来其实是一个错的答案 这个这个其实好像是在 他吴博士里面 好像来个范例 大概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 那他修正之后是差在哪里 修正之后是说 他首先把他步骤化 就是说 你第一个你要做什么 你work out 就是说你看完这个问题之后 麻烦你 你先work out 你的solution出来 然后你再跟你的 跟那个学生的答案做比对 然后你来告诉我 学生是对或错 他说不要 在你 在你没有完成 就是说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你不要先去 先去先告诉我说 这个学生的答案是对或错 他主要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 后面会写到 就是说 这个是在防止说 像模型幻觉之类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有跟他强调说 他有一些前提 他完成了一些前提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达到那个前提 他才能做回复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限制的话 他有可能会失控 他会乱回答 那依照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 照他这样子在修改之后 这个答案就会就会很显然就有找出来 就是 这个model也有把真正的解决解出来 然后又发现说学生是错在哪个步骤 哪里错 那他也能指出来 那其实第三个东西 其实 这个是我们 这个其实 实际上 Mastering OpenAPI Python APIs 这一节里面 他有提到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一个魔法的一个指令文字 就是说 你在里面去加上说 Let's think step by step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指令文字的时候 那可以导正确GPT的结果 那其实是来自一个 一篇的论文 就是 大型语言模型 对Zero Shift 的一个response的部分 那他里面就有提到 那老师 我是把他稍微截图 整理一下就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来看 下面这样 这个范例 那这是一个 蛮典型的一个问题 那老师其实有 有 有 有跑了一下 就是说 爱丽丝是 比贝斯 大七岁 然后同时他比 Erica 大五岁 那他问你说 爱丽丝跟 Erica的差别 的那个 年纪的差异就是 那他说 他的假设就是说 当 假如Erica是 三十岁的时候 那 当时的那个 model回答 他是 Az是三十七岁 那 Az跟Erica是差七岁 那事实上 他只是加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promp 和进来 就是说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思考 那结果他model在产生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算 Base是几岁 Base是35 然后Alice是42 然后最后算出来 其实是12岁 差12岁 42减30 应该差12岁才对 你可以看出来 他一开始没有的话 他是直接 直接就变成 直接拿这个七就拿过来用 就会有点问题 那模型的限制就 这个在老师的课里面 他有提到 就是说你要去注意到 模型幻觉的一个问题 就是LM model为了提供回应 他这是一个什么现象 就算他心理美谱的答案 他一样会盖着天花乱坠 去回答你 因为他只是为了要提供回应给你 那以前的话 你需要回避可能会造成LM的询问 比方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知道 很多的model都是在2021年 之前的一些预训练的data 所输入的结果 那如果你问他一个新的 在2023年发生了时事 他有可能他根本完全不知道 那或是说他在这个时间点 新创的公司 他也不会晓得 那这个时候你问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 呼啰你 随便跑出一个结果出来 那以前是要 会需要说 你可能要去想一下你的问题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那现在来讲 因为新的部分 他OpenAI已经有Plugin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用Plugin 或是像WebChat GPT 这一类的东西 他让他可以联网去做 所以事实上 已经比较 我有这种限制的问题 那此外就是像我刚刚讲 你也可以限制他 就是说 你是不是有 你在回答我之前 你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 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是对的 你才回答我 或者说你可以问他 跟他讲说 你在回答我之前 请你先提供 你回答我的依据是在哪里 请你先把这个依据 先列出来 然后从这个依据里面 你来回答我 我的问题的解答是什么 这是一个方式来避免掉 这种 这我也不会念 Holish Nation还是什么 那其他来讲的话 这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基本原则 那事实上其实 你要去注意的是说 在我们针对不同的类型的问题 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 发问方式 我把它想做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同类型的应用 我们会需要不同形式的指令 来使得 大型的语言模型 可以更好地帮我们完成任务 比方说 有几个技巧 那这个也是在吴博士里面 的课程里面有提到 第一个是迭代 迭代的话 其实不限制是哪一类型 应该讲迭代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逐渐地 透过一次一次的结果 我们把它优化 做优化 然后最后产生一个 我们要的结果 那吴博士甚至有讲到 就是说 你与其聚相信 人家网路上收集的一些 某某某的 30个完美的提示 那你还不如 一开始你就定定一个好的标的 然后你每次的结 从每次 大型语言模型回复的结果里面 我们来看看 跟我们原先的标的差多远 那这是他提出一个 一个改进的一个模式 就是你一开始会有一个prompt 就是你有一个问题点 然后你针对这个问题 你产生一个相应的一个指令 那你指令输入给他 然后model也会回应你一个 这个对这个idea的一个回答 然后最后我们去比较说 这个回答跟我们原本的idea差多远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地把它比起 就是他 他事实上提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个技巧就是说 你可以 对一些像samurai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 就是说你如果像有一些文 比如说一些 一本书 一个演讲稿 或是一篇文章 那你如果要做摘要的话 你有些keyword 你可以去使用 这一类的我来讲 都是比较偏向于是samurai 那你可以请他去帮你做一个总结归纳 那再来是一种是推论型 推论型就是说 类似像一个情感 我们讲的情感分析 就是属于推论型 也就是说像归纳本身 他有可能只是 比方说像这一篇 我们给他一个维基百科 然后请他用一个两三句话 解释一下美国高等法院是什么 像他这样是一个归纳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推论 跟归纳的差别在哪里 推论就是说 我可能是很多很多的资料 比方说他可能这个资料有可能是一个某家餐厅的评论 就是说别人的投稿的评论 或是说某些论坛上针对某个主题的一个评论 那我们会把这些文章输入进来 那最后我们请大型模型去帮我们 针对这所有的一个分析 所有的一个大家每个很多篇的一个评价来讲 从这里面去分析出哪些是正面的 正面有多少 负面的有多少 那总体上来讲 这对这个主题而言是正面大于负面 还是负面大于正面 那跟其他的主题比较来讲 他是 他是不是一个更更热门的一个话题 这都是比较偏向于是所谓的推论在做的事情 就像这边讲的情感分析的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那这边提到那个情感分析 事实上情感分析的部分 就是有两个 有两个 对 有几个术语 就是我把他放在这里面稍微 做一些解释 就是说一个是 他里面有提到所谓的realsheet realsheet就是我们让模型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 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范例 那如果你提供一个范例给他做参考 叫one sheet 那如果你是提供一个以上的范例的话 就是fusion 比方说像这样子 他直接是把一个文章给他 然后请他分析说 这个是 你告诉我这是一个 positive negative还是neutral neutral就是 不好不坏 那或是说你也可以给他 那这个是直接classify 那这个的话就像我讲 事实上其实有些东西 你不一定要 去明确说 你要做什么 而是说 我可能给他一些example 比如说 他给他一个example说 This is awesome 这是一个 awson为什么是negative 这我有点忘记 口包子在那边剪 总之应该说 他是提供一些结果给他 就是说 这样的东西叫做负面 然后这样是正面 然后这样是负面 好那我现在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你告诉我 这是正面还是负面 那他他一样去输出 那那这样来讲 就是一个future的一个结果 future的一个做法 第四种的话就是所谓的转换 那转换的话 其实一般而言 我们通常会直接想到 是一般的文字 就是说 从一个语言翻译到另外一个语言 但是其实广泛的转换的话 还包含很多种 比方说他也可以协助拼写或文法修正 那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替换 就是说某些文字不好 我请你帮我替换 或者说我现在是针对某种对象 那我需要转换语气 那你帮我转换语气 这也是一种转换 那或者说 它是一个修改的格式 比方说 我下面给你一段Javascript code 你请你帮我把它转成python的code 或是我是一个csv comma format的data 你帮我 请你帮我转成一个json format 这些都是属于 这些都是算是一个转换的一种 那所以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都可以用这一类的一些方式来做 那再来是像所谓的expanding expanding就是一个文字括写 就是比方说我作文 我可能写一个头段 然后我告诉他说 我可能写出一个头段给他 当做一个范例 然后我告诉他说 我第二段是一个什么样东西 第三段是什么样东西 四段是什么样东西 然后请他把这整篇文章就完成 那像这样来讲 就是一个文字的括写 那又或者是说 你可能给他 一个样稿的邮件的范本 那请他针对 下面可能我有一百个人 叫他帮我产生一百个 一百封邮件去寄出来 寄出去 那这也算是一个邮件的括写 也算是一种括写的一个模式 那对于像这种括写的部分的话 因为通常我们都需要 都是比较讲求稳定性 他这边老师只有提提醒你一点 就是说像对这一类括写的东西来讲的话 你会比较需要把Temature这个参数设定到0 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假如你是要产生一些文章 那你希望有一些变化 那你可以把温度要么就调很高 那像邮件的话你可能调成0 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一样 只是差别在 给的email address那些位置是不一样 他帮我替换掉 但其他内容我希望是一样 那Temature我就把它设成0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些讲稿 但是我希望这个讲稿都不一样 让我产生很多篇 然后来做选择 那我就应该把温度调高 这不是一个一定是如何如何就是 那第六种的模式是 像Chatbot的一个聊天的机器人 那他基本上的差别就是说 就像我讲 如果你是一个单人模式的话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 我的角色就只有一个叫user 然后content我就给他一个plump 我请他去帮我接出来 就这样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对话的模式的话 那我会有一个系统角色 有个user的角色 跟assistant的角色出来 那基本上 底下这个是user 他其实就是user跟assistant之间 在做对话一来一往 那season是做什么 season就是用来规范 这个model 扮演聊天机器人的一个限制 我们是在这个season里面做规范 所以基本上在系统那边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痊愈的 痊愈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设定 那这边老师也有提到 这个如果之前有上过前面的一个共学的话 就大概比较没什么 就是说你其实 就对话 对话这样子的一个应用模式的话 其实大型的语言模型 并不会记得 前一次的对话内容 所以你如果要让他记住 前面的对话内容的话 其实你是要累积的把前面的对话内容都存下来 然后一次一次的一直累加把它输入进来 他才能接受 他才会记住说 他才会知道说前面讲了什么 大概比较重点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那我这边有提供一个像 这个是我里面有觉得这个刚好不错 那我刚好看到Sky胸好像也有在脸书有做分享 那他这个就是针对你不同的应用模式 你会有一些keyword 你比如说 你如果要创作的话 你用write 那你如果要归纳用samurai 或者说 你想要他帮你发想 那你用brainstorm 当做一个keyword的一个词 那这些都是一个那个部分 那其他来讲 你如果说有一些 不是 应该讲 假如说 你对python这样语言不熟的话 那你想要在像浏览器上面使用的话 那浏览器上面其实 我这边有列举了两个还不错的一个小工具 这些小工具其实就是帮你产生一个prompt的范本 那这些prompt的范本 无非其实也是follow上面的准则去产生出来 我可以试给大家看 就比方说你现在是一个 那假如说我想要翻译 你看 他现在其实就是有弄出一个东西出来 那我只要输入一个给他 他会帮我做翻译 比如我随便写一个很简单 那他事实上 他是会帮你用这样东西去拉出来 但是当然 这样的东西的缺点就是说 其实像API的话 我可以输入很多的参数 跟加入很多的限制 那这边的话 因为你直接用他的范本去弄的话 事实上他直接丢出来就是一个结果 那细节的东西 当然我上面其实有列 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说明跟教学 大家其实可以到里面去看 大概是这样 那比较可以稍微提一下 是像像OpenAI的那个范例 事实上大家可以进来看 我是觉得 他还蛮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 就是说 比方说我现在要 转换一个SQL 一个资料库的一个语言 你可以看 比如说他这边有个范例 他提供你一个范例 然后我可以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把它在直接在OpenAI免费的那个playground里面打开来 他就直接会秀出一个结果给我看 那我其实我就可以从这边去参考他怎么去写 像他这个是一个postgrade的SQL table 那他有他先定义出来就是说 他有这些的这个table有哪些的栏位 那栏位的性质是什么 然后他请他就是说好 这个就是他的他的query是什么 就是说好我现在要query一个department的name 那列出好像超过十笔吧还是什么 三个月的记录 那你帮我select出来 那他在跑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出来 就是一个这个样子 那你事实上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变更 那个在这个课程里面老师 其实他有用playground用很多次展示给我们看 你可以把它的结果擦掉 然后你一样你重新去把你的一些询问的方式 或是怎么样改掉 或是说你可以在这边调整参数 调整完之后你就可以再试一试 那就会产生新的结果 那这样来讲你可以去递回去 去找出来 说你如果针对某一些的问题 你应该比较好的一个询问 the plump的结构是什么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exemple 是还蛮蛮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 我也秀一下那个 Python的exemple 那个A9的 这个是A9 A9的话就是你得在 co-py co-lan那边去执行 或是说你可以在 VU Studio Code去执行 他基本上他的exemple是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 非常感谢 所以上礼拜说多那个 吴文达老师的课真的很有用 对啊 因为 就是我看这两个很类似 刚好导师这一节讲的东西很类似 所以我觉得同整起来蛮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又比 就大部分的比那个我们这堂课 讲的又多一点点 当然这个像那个他从论文里面去发出 发掘出那句话 我觉得也很不简单 总之两个看我觉得相得益彰 有加持的效果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看 希望都有 因为我觉得 除了 我们这堂课的课程 因为只有40分嘛 再加上文达老师那个课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如果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上去看的话 要 请大家 务必 去看一下 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的 那刚刚这个 我们前面在讨论说 下礼拜是谁会帮忙的时候 风有兄有在聊天室里面说 下礼拜他可以帮忙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所以我会修改我们的中标 就下礼拜就麻烦风有兄 那在下礼拜如果没记住的话 是 Albert兄 所以我不晓得其他 伙伴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或建议 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个 吴文达老师的那个课 其实已经有人把笔记 做一个公开的笔记写出来 那我事实上我有把它 秀在我们那个贡笔里面 事实上贡笔里面那个笔记 就是这一篇 已经有人把它整理出来放在上面 我觉得写的也还不错 可以 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然后另外 另外他有一个 他另外他这个课程的一个部分 也有人把它整个整理起来 放在一个Github上面 那这里面有更多的资讯 包含 你如果 觉得这个课很好 你把它想把它下载下来 那 他有字幕可以下载 然后也有 然后也有 然后也有所有的中 中文字幕版的 一个影片 事实上这个是 Bilibili的 然后其实Sky熊 上次提供 我觉得那个也蛮不错 他就是把 简中的那个字幕 已经转成繁体 我事实上我这一次看的部分 几乎是看那一个 然后再 辅助他原来的 那个 吴老师那个课程 他本身有 collab的范例是放在旁边 我是 边用那个collab在玩 那collab还蛮有意思 他已经把 key都放好 所以事实上 你可以在那边 改成 试成你 你自己要做的一些bump 他 不会浪费到你自己的token 他不怕你用 这边Github有一些资源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 也可以利用 嗯 太好了 太丰富了 真的超级感谢 OK好 好像没有其他补充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再次感谢 好 谢谢了 谢谢大家 拜拜 大的 好 好 ンポ